發生爆炸的化工廠位於高塘縣 爆炸威力強大 廠房差不多被移為平地 附近多了民房受到波及而損毀 有汽車被炸到變形 附近居民表示 爆炸是在早上發生 3公里外的縣城區亦感受到震動 新華社報導 化工廠主要是生產有機肥料 和醋酸納等化工產品 廠房內5個工人受傷 高塘縣當局指 爆炸沒有造成有害化學品洩漏 仍要調查意外原因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康文報導